今天美鳳要帶大家來雲林出場 雲林的水苗香 真的厲害 雲林出場的沖繩苦瓜 有夠漂亮 苦瓜其實對我們不錯 日常吃苦瓜湯 或是吃苦瓜 對我們來說可以消火器 消暑 我們問題就是 這個苦瓜有的人說不敢吃 不過今天我們看的苦瓜 它是苦感 苦感不太苦 它比一般的山苦瓜更大 更大張 然後去體驗一下 我們苦瓜的感覺 真的非常地讚 你也可以去體驗一下 現在和美鳳一起大家看看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這幾集節目給它看下來 大家是不是覺得雲林 跟以前想像的不太一樣了呢 這個雲林的農業 可是跟著大時代的腳步 不斷地在創新 而且現在有一些都已經 小有成績了 好啦 我就不囉嗦了 我們現在就去雲林找苦吃吧 美鳳現在有這個苦瓜湯 誰是原祖呢 他就是陳宏毅先生 小傳 大家好 嗨 陳宏毅 我們這裡是生活的水馬香 水馬香 種苦瓜 我看起來就覺得很親切 因為我最喜歡吃苦瓜白骨湯 苦瓜菜的東西也很好吃 問題就是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 這裡苦瓜有一個特別的名稱 叫做 叫沖繩苦瓜 苦瓜就是苦瓜 究竟是山苦瓜 怎麼叫做沖繩苦瓜 因為這是一個 所以它叫沖繩苦瓜 平正 苦瓜生種也是差不多 外面撩一撩 不知道的媳婦都會下皮來處理 對 不要做料理 不知道想說 絲瓜也要撈皮 苦瓜也要撈到 比較撈皮 要撈 要撈 所以其實這個苦瓜最好就是 當然這是最自然的 不能撈皮 苦瓜就像這樣 為什麼它跟沖繩 要如何區分 因為一般沖繩苦瓜 它這個比較沾 比較沾 是喔 我們台灣街中種 它這個比較黏 好像是 好像不像這個這麼沾 對 如果看到這麼沾的這個叫做 沖繩苦瓜 所以這是外表的形狀來區分 一般台灣有山苦瓜 它也是比較沾 對 要怎麼分 山苦瓜 比較小 台灣街中山苦瓜比較小 對 比較小 沖繩苦瓜 它是尖之外 也比較大條 我懂了 請問 這樣看起來 那麼大條是 到底可以 我看你這個有用白色的 跟沒有白色的 所以撈好了 這個是 就是已經浪漫了 外表是浪漫的時候 浪漫的時候 放比較不可笑 表示你已經看過了 你把差不多可以熟成了 你就把它包起來 對 它這個顆粒比較大 之後就是 比較熟了 有差 這個顆粒比較大就算 OK了 這樣我可以來 稍微體驗一下嗎 對 好的 這有一個 老闆 請問 這是要從這裡割 從這裡割 還是從哪裡割 從小魚蝦館上這裡 對 這個蝦 你意思說每一顆顆 都會有一個小的蝦 對 不是加這裡 一般如果黏著 都黏著的時候 看這個黏著就可以吃了 看黏著就熟了 對 了解 所以不是對這裡 不是對這裡 是對這裡 是不是 對 加下去就好 好的 體驗一下 真的還滿尖的 這個好尖 這個比這個尖 對 山苦瓜它的特徵就是這樣 是 它的本名就是 沖繩山苦瓜 沖繩山苦瓜 好的 現在來水拿 我現在有叫水 行李來了 我說小誠哥 看來這個行李真的是不錯 電話接不完 開個玩笑 要不是由你和太太這樣認真地 在栽培沖繩苦瓜 我們怎麼會這麼有口福 可以品嘗到這個飽滿多汁 又清涼降火的夏日聖品呢 收 這條比較大條 這條比較大條 不要晃過它 這個 已經 這葉子已經變色了 乾掉了 所以要亂 OK 這樣 苦瓜的好處 它 苦瓜 我們一般苦瓜 它已經是降山膏 對 血脂肪 血脂肪 高血壓 高血壓 血糖 了解 它本身叫山膏 對 了解 還有一個清熱 清熱 人家說是降火 對 不過怕它冷 不要吃多了 不要吃多了 其實我們日本的食物也吃不了 對 吃得吃得好 吃得好 告訴我 我們也很想來吃吃苦瓜的料理 重點它就是無毒來剪 你知道嗎 我們有經過SGS 因為我們粉林管政府 有報酬SGS檢驗 所以我們裡面都有經過SGS檢驗 這樣我們就放心 對不對 這樣我們快來吃吃苦瓜料理 我們請吃 對 好 好多的小誠哥有說到 他家的苦瓜 都有經過認證 從父母親手上 接手務農的工作後 小誠哥就抱著要用有機栽培的方式 來重現無燃的田園風光 雖然這一樓今天很辛苦 但是看到收穫時 所有的辛勞都一掃而空了呢 其實苦瓜可以做很多的料理 對 我們剛才說的燻湯 或像現在的生司 沙拉 還有這是用 肉是用烤的 用烤的 現在我們就來吃吃這個 先我們吃 吃原味的 原味的 你有不同的醬汁嗎 這就是 這麥仔粉 那個可以當作水果吃 這樣嗎 本來的麥仔粉就是當作水果吃 我請教給你們看 像這個這樣整片 跟一般我們都看 這個有什麼不同 一般就是都切條狀 對 這是我直接就這樣 配肉 配肉 配肉去吃 我感覺這樣好像比較讚 比較滑 口感比較好 對 對 我們現在就吃原味的 對 我三個都不要吻 好脆 超新鮮的 它就在我旁邊 好 我們說要吻的時候 董哥 這是什麼 這就是我自己作的番茄醬 妳來試試看 好 注意不一樣 這個番茄醬超新鮮的 然後怎麼那麼甜 你加糖 一點點 一點點 因為番茄的香氣很足夠 我聽說 我們這裡的卡末都很甜 對 都12級 13級的 厲害 這是算完生的 讓它把它洗 把它洗到口感裡面 我們來作 這樣嗎 真材實料 我再來吃這個 粉 就當那種水果 水果一樣 水果 有人說怕苦果有一個 苦苦的或是什麼味道 你們用甘米粉 對 對不對 我是覺得 我比較喜歡吃這個原味的 對 是 因人而異 好的 接下來是用烤的 對 好 烤的用這個 鹽醬嗎 對 鹽醬 醬油 醬油 鹽醋 還有鹽水 讚 好 好 古早味 很讚 怎麼這麼甘 我媽媽她的手錄菜 我們要甘 當然要做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些 柴角來的 一些柴角的 就是來做這個 做這個 還有做這個 比如說親近朋友 大家在這裡 你搬來這裡做廚賓 對 因為你媽媽的關係 對 我正想大家就想 大家都要來做廚賓 怎麼這麼好看 媽媽在旁邊 大家出去 介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對 好好吃 媽媽 厲害 讚 美鳳姐 你真的很可愛 這麼放下去 我想這個名字 小誠哥會突然多很多鄰居出來 有此可證 小誠哥所種的沖繩苦瓜 有多好吃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不能搬來當鄰居 有機會來這裡當個遊客 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好吃 這真的好吃 來 甘甘 介紹那一道 好 還有 對 你帶著還可以介紹 好 看得好 看得好 來 甘甘 這個 這個 土瓜 怎麼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甘甘甘 甘甘甘 這也是這個 據說它是貴色 貴色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貴色 我們沒有藍 它就一直熟透了 熟透了 熟到不然它會開開 煮到外面 它又生成這樣 意思說拿這個鄰居給你吃也可以 對 它叫甘甘甘是因為 這能吃嗎 對 它的肉是甜的 肉同樣可以吃 對 它裡面這雞的肉是甜的 你現在是要 如果這是吃這個裡面 對 對 這個動作是 熟透在這裡 熟透 苦瓜的雞是熟透的 對 是喔 要撐雞 撐那個肉 這樣 例如我們雞要拿到 對 雞拿到 因為那個肉是甜的 我告訴你 我覺得是媽媽比較厲害 我現在都那個 苦瓜甘甘的味道 我應該喝個水 然後再來吃這個 因為這個就是 它不太苦瓜 它就是稍微甜 也不說很大的 因為它裡面還有脂 脂 真的把它熟起來 對 是說它沒那麼甜 沒那麼甜 吃甜的肉 聽說這個 這個雞的肉 其實 對女人是不錯 我覺得只要是 研究報告是說對 是 更年期 女人 聽說有一樣對男人不錯 她的雞 你說 噴出來的雞由女生 對 對 女生就這麼多 對 這樣感情不錯 美鳳姐 妳怎麼吃這個苦瓜 吃到尺度大開了 好啦 讓我來解釋一下 小陳哥是說 根據研究指出 這個熟透的苦瓜籽 果肉對於更年期的婦女 很有幫助 果核呢 這是男生可以吃來保養身體的 不過這些都只是坊間的傳聞 大家可別一窩蜂都搶著 要去找苦瓜籽來吃 如果沒土被吃光光 隔年就沒有苦瓜可以摘囉 我覺得苦瓜籽要 聽起來 煮頭到尾都是超好用的 對 怎麼這麼好 真的甘心 美鳳籽 薑跟苦瓜籽 苦瓜 又是苦瓜 苦瓜籽 都可以用 苦瓜籽 對 因為苦瓜籽 它 不會比苦瓜更厚 所以比較少人喝 是 從頭到尾通通都可以用 對 這裡我真的要 除了要謝謝這個 陳韻先生之外 對 然後我也要特別謝謝 我們的甘心 這個大帝 對不對 然後還要感謝苦瓜 甘心 謝謝你 好 吃完了沖繩的苦瓜 現在要來吃另外一道美味 就是 湯仔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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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剛剛來吃台語題目 口 黑 香 對 口 黑 香 水 辣 香 辣 香 不是水喝香 是水辣 香 湯仔蚵 蚵 好的 謝謝 我想我們這一趟行程 可以命名為 雲林農特產品嘗 及台語學習之旅 所以說有時候看今天這個節目的朋友 實在是太有福氣了 好了 接下來就要來轉戰低調 要去吃童仔蚵 這裡好吃的料理就是 徐玉紅現在的小紅紅 為我們準備的 你好 妳好 妳好 這裡很熱 火電機 還有低 這個算是過去 這裡是低調 對 但是我們要吃這是什麼呢 湯仔蚵 是 湯仔蚵 好的 我來分享一下 好 這個就是這樣 滴出來的油 對 好 我來吃一個原味 感覺很原汁原味 肉這麼味道都要摔在裡面 對 好 為什麼要賣 人家說湯仔蚵 你湯仔蚵 是 以前我們池仔蚵 都有一些雞 鵝 這樣子 經常冰箱時 都會烤雞 有一位前輩子說 你牛肉這麼大吃 不常來烤賣 那也是說好 對啊 那牛肉這麼大吃 原本用灑的時候 那牛肉真的比較好吃 比較有油脂湯汁 是 不然我們真的來烤看看 真的烤起來的時候 跟它灑的不一樣 真的 口感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手來 對 開始用湯仔蚵 湯仔蚵 口感不錯 口感人家歡迎也很好 我們現在吃湯仔蚵 底下它的肉質 香氣都 真的都塑在裡面很香 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這個是 這是鮮豬肉 這是 也是我們自己 手工自己做的 鮮豬肉炒酸是最配的 讚 這個好香 這個八飯超讚 真的很下飯 好吃 炒了一個就很香 對啊 主要就是 它的豬肉原汁原味 襯托出來 那個肉就是 有些人怕有些蜆蜜 我們這就是不夠Q 煙腸 煙腸這是 都手工自己做的 我們手工自己做 對 也是經過我的手 用心灑出來 就是很用心在做料理 這個不簡單 我們也是 把這些原汁原味 做給大家了解 我們這就是有吃的原汁原味 的東西 而且香腸 對 都有一點點 一點點甜的感覺 對不對 你放一些 糖 它糖是 其實也是適量 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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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主要就是 剩下它的豬肉原味 這樣 好 各位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小紅紅 以前就是在養豬的 所以說 在豬肉料理的方便 它可是非常地有經驗 不管是鹹豬肉 鹽腸 那些是鯉雞肉 都不用加太多的調味料 主要就是把豬肉的香氣 給它襯托出來 給你掛保證 拿來配飯吃 一碗是絕對不夠的 這個鵝 鵝 鵝 鵝血 鵝油 米血 鵝油米血 對 對 吃起來很Q Q 它裡面就是純的糯米 Q 油 是那個鵝油 鵝油 對 我很喜歡吃米血 米血如果是... Q中還有那個香氣 對 這樣吃,你有這個感受嗎 對 它還不用... 還不用調味料 有的是不必要用 因為土豆粉 或鹽翠也很好吃 都比較自然 讓它... 它的原味 也不錯 各有各的風味 好的 麵線一定要來試試看 瘦工麵線 小空、鵝油米線 但是用鵝油對不對 對 好的 我們現在來跟它分享看看 好 我覺得麵線真的好地方 什麼東西都好... 真的是好講究 都很原味 對 因為我們也想說 來這裡的人客 不要想說是人客 就是朋友 我們說最最好的東西 其實最好的東西 對我們政客來說 最好的東西 就是 我們這麼說 現老的 現做出來 現冠山菜 對 跟這個分享給朋友 跟這個可能當作是朋友 就是分享給朋友吃 好客 對啊 當作自己也要吃 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做好 對 這樣說起來 這個麵線我們這樣放的 雖然說 拿起來稍微整塊 可是吃起來很Q 對 很Q 所以這是手工厲害的地方 對 好 這個童仔鵝 除了鵝肉本身鮮甜之外 它衍生出來的其他產品 也是非常地出色 像是 鵝油米鞋和鵝油麵線 每一道都有鵝肉它特有的香氣 所以 米鞋是軟Q中帶點嚼勁 如果米鞋 則是吃得出來手工的價值 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有機會來這裡吃 童仔鵝 千萬不要忘記這個米鞋和麵線 也是必點的菜肴之一 還有這是 這是一樓 它的童仔粗角 也是 對 環境童仔粗角 湯 這個 尤其是 像你這種美麟 那個 小紅紅 對 嘴很甜 謝謝 就是膠原蛋白吃的 對我們女生是很好的 就是人都需要 但女生更需要 Q彈 你就滿Q彈的 因為我是 小紅紅 說得好 對 這個不油 然後很Q 真的 它不油 它跟滷的 不一樣 不一樣 你德國煮嚼嚼 還是外皮蒸 但是我們這個烤箱 它是Q Q啊 真的是Q的 不油 對 對 對啊 很Q 所以吃到皮 或是這個 你平常看是皮的地方 已經把油去掉 所以是Q的 對 好的 今天很高興我們這個 小紅紅來跟我們分享 當然這邊也有湯 這個就是石斑的魚湯 在這裡其實就是 可以去外面走一走 但是我來到雲林 這時候我有一個感覺 這真的有很多人的味道 對 真的 都 不過我們這裡雖然是說 當你烤得來 不過來的朋友都 從來咬到我們這裡的地方 我的意思當然 我的意思是說 來到這些路 水座都很硬 對 我們在台北村都明白幾號幾號 這裡不是 這裡說 以前有一個水柱紅紅的水柱 對到那裡是你的左邊 不然說 還有一間地條到那裡 有什麼 因為這麼無形大的標誌 都是水座很硬 你知道嗎 都是正產 綠色很多 真的 沒有說實際人家 還真的不容易找到 所以說今天來到這裡 會體會到 雲林真的是一個 很好玩的地方 吃的也讚 然後去體驗的東西也很多 還有一間 我在這裡真的 深深地感到 這個感覺 台北比較少有這樣的感受 所以有這麼多的特色 朋友 妳老婆 妳真的可以到雲林來走一走 來體驗一下 等妳來 非常謝謝小紅紅 謝謝妳 各位部位的記憶 每週到週五 中午十二點 到一點美鳳有約 跟大家說再見 再見 麻煩 有人來歡迎出場